诶 大家有看到我画面吗 诶 还没看到你的画面 诶 有 大家请点一下Milo的画面 好 OK 好 好 那就 开始 诶 好 因为我现在这边的话 之前有 就是做的是在做一个 Metaverse 又能够通过网际网路元宇宙 然后可以去在教育做出一些不同的变化 那 比如说以台湾来说 现在台湾教育 因为我现在是一个偏向中学老师嘛 那我发现其实台湾教育有一个 目前一个很大的限制 就是 你的任何求职 都还是要靠毕业证书 即便在简单的工作到大学地业 那这会让教育变成很大的一个负担 譬如说每个父母想要 一定得送小孩去安清班 武器班 因为重点是那些是因为 要让小孩可以学一些和不感兴趣的科目 但你不学又不行 不学的话你就 你以后再面临工作你就有很大压力 因为整个社会要件都要求要学历 然后企业现在也不太去内训去帮助人 所以我希望可以在教育以外 可以提供不同的路 可以从教育到求职 所以我希望去建议一个欢喜欢乐的地方 一个开心的地方 那可以游戏的社群社交方式 那在当中大家人们可以更多的是学习 共享跟互助 因为可能在教育考试的过程中 大家都是零和赛局 但我觉得台湾更需要的是学会是共享互助 那这样才有办法让更多人 他可以爱好带动成变成职业 那可以更多去扩展 人们除了学历以外的大物 就如果有一天 人们不再需要靠学历 就能够求到一份工作的话 那其实整个教育要去做一些改变 才会更有机会 因为大家就不用为了要拼考试 非常的美天的惶恐去做 那这个目前我现在才刚开始 我来分享一下 因为我本身是擅长是软体嘛 但我希望Metabaster 它是一个类似可能 元宇宙大学的概念 那它跟NFT完全没有相关 那我希望说未来它会有很多科系 帮助很多人可以从教育到求职过程中 有一些新的路可以走 就不再是靠毕业证实的这条路 那我最 因为我本身是软体专长 所以我就以软体来做 那我来分享一下 因为这简单 因为我现在是在学校 是教一些深科目工 教目工教软体嘛 对 好那 那我自己本身也是有去用一个社群 然后就是等于一个有空间的地方 然后有人 那我最近在做的是就是在 好 就是一个离扣台湾 因为离扣是很多要进国际大工 是他们要走的路 然后到上面刷演算法 大家都活得非常的辛苦 不断的刷扣 然后我也跟着去刷扣 那 但我的做法就是让大家在刷扣之外啊 也有一些 After Party 有动 大家可以在上面刷扣这件事 变成去 或者是在上面 城市竞赛变成一个有趣的事 那大家可以在上面更多的交朋友交流 那我现在正在还在让大家可以在这件事上去学习 它是一件开心的事 那多多开心的事 那大家彼此的知识可以跟交流 那相信他在未来的话 他会成为一个更大的凝聚的力量 然后去 那当大家更多共享互助的时候 其实未来越多 越来越多人进来的时候也可以找到帮助 那这样子的话 他会去 会是变成是一个线上的竞赛 还是一种玩游戏的过程 大家可以共享互助 那久而久之爱好 大家彼此分享自己的知识 大家都在思维上互相学习 那也可以变成是一个 大家互相介绍工作 进跑公司的一条路 所以这是目前还在努力的地方 所以如果有朋友对写程式或演算法有兴趣的啊 然后也希望未来可以让这种教育会变得更好的地方 你们也可以欢迎来抓购一起来共享互助 然后一起来交朋友 就在这边 虽然是别人的社群 可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因为大家在上面都面试 都变成是一种零和赛集的状况 然后我就尝试在上面多分享啊 其实多分享之后 其实你会发现说在一个社群中 你可以带动更多人去彼此互动 那大家就不是再是为了考试竞争而去努力 而是说有一种好吃以外 人们可以更多热爱一个项目 然后更多分享 那大家也可以在当中学到有效率的需要更多东西 那大家就可以一起变得更好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满欢乐的地方 所以大概就讲到这边谢谢大家时间要到了 好 好 谢谢Mio 时间抓得非常准 好 那下一个是Defatory的小班